中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马杜立 在今年1月年届65岁退休 之前他曾表示 不会出任中院非上任法官 在卸任短短3个月后 马杜立以非驻行成员的方式 加入英国大律师行 Brickhart Chambers 挂牌执业担任仲裁员 根据本港言行法例 区域法院或以上级别的法官任期完结后 不能在香港执业为大律师或律师 但仍然可以担任仲裁员 另一方面 虽然政府就首长级公务员离任 设有规管离职后外间工作的审批机制 即是俗称过冷河的机制 一般要求至少6个月内 不得担任外间工作 但对于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并无相关的要求 从法例上来说 曾经担任中審法院首席法官的马杜立 在退休后3个月 即是英国大律师行挂牌担任仲裁员 并无为例 但这种制度本身是否存在漏洞呢 会否被公众不妥的观感呢 根据政府礼宾处的社会言达礼宾信罪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是仅次于 行政长官的第二把交椅 即使特首卸任之后再就业 亦都要过冷河 但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职位 竟然在退休后不切过冷河机制 政府首长级公务员等 在指定限制期内 如果想从事外间的工作 需要获得公务员事务局的批准 政府更会听取独立的离职公务员 就业申请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之后 才决定是否批准有关的申请 但对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就没有相关的要求 安排是否恰当呢 有法律家人士质疑 是否应该加强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退休安排的监管 堵塞漏洞 设置过冷河机制 或补充相关条例的要求 设立类似公务员就业申请咨询委员会的审批机制 否则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在在任时审理过不少案件 如果退休后再就业 甚至担任仲裁员 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案件或当事人 当中有没有涉及潜在的利益冲突呢 有没有涉及延后利益呢 这些问题将如何拭除公众的疑虑呢